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职业的黄金时间 他们还要完成更大的梦想 为家乡赢得奖牌 2017年 迪利亚尔·艾买尔 穆拉迪利·阿迪利 凯迪尔丹·凯撒尔 买尔丹·麦麦提 以杂技抖杠节目担当两场零失误获得第六届蒙特卡罗新一代国际青少年马戏节唯一金奖 彼时 他们还是上海马戏学校的一名学员 现今他们入职新疆杂技团成为一名职业演员 因为是在学员期间拿的奖项嘛 所以毕业之后到这个新疆杂技团 要以这个名义去再努力去比一次赛 还有一个比他更高的就是金小丑奖 就成人赛 那个就是我们追求的 如果再拿到那一个奖 我觉得我练这个节目就值了 2010年上海市马戏学校接受新疆委托 两地专家到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海选 从上千名孩子中挑选出60名孩子来到上海市马戏学校学习 上述四人正在齐列 七年艰辛的学艺路 十年腾挪翻转 转眼间他们都离职业黄金时间越来越近 对于杂技演员来说 黄金年龄是在16岁到24岁 显然他们在一起的岁月就显得弥足珍贵 因为这个黄金年龄段我们追求的是集体节目 这种大型节目 这种节目可以去参加比赛 因为难度系数高 还有必要去再努力 再向往 毕竟那是在上海拿的奖嘛 我想是回到我们新疆杂技团以后 为新疆杂技团再去拼一个金奖 我想再付出一点 再努力一点 趁我还年轻嘛 斗杠是四名团队成员每天必休克 为了职业生涯的长久 他们还要学习个人表演节目 不让自己过早的离开舞台 万一我斗杠练不成了 25岁也好 27岁也好 我练其他节目 这时候我可以 也可以站在舞台上 过了25岁 再想做好动作 但是身体条件不允许 毕竟男孩子会长身体 一定不能长胖 就每天都要完成训练 就不能偷懒 比如说如果身体不适应这个节目了 我就会慢慢改改改到别的节目上去练 毕竟大的嘛 也翻不动了 就小时候受不伤什么的 大的就比较难考 然后就现在练练手机呀 这种小节目 所以就为以后做个打算吧 作为演员 这才刚刚开始 因为我们这个职业 吃的是青春饭嘛 黄金段要抓紧 取得自己一生 更多的成就吧 因为毕竟出生在这里 要回报家乡嘛 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心吧 要继续回报 代表家乡去参加一次 全国全世界的国际比赛 取得更好的荣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